為什麼密度 因為密度的方法跟密度的對象 你一直在直走這個東西啊 你就找了什麼 找了這個 找了這個像 找了這個像 這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找了這個像 你就不是菩薩 你找了這個像就不是菩薩 啊也達不到這個所謂密度的這個 這個念頭也達不到這個念頭 所以你要遠離這個 第一個你要遠離這個密度的這個念頭 你去做了 可是你就算要遠離它 你沒有遠離你就是會找了這個像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 要現在談的就是內度這個這個這個念頭 這個內度這個念頭 就有這樣的一個像狀 有這個四種像狀 所以這個這個念頭你這個像狀啊 然後你必須要了解 這樣了解嗎 那眾生的像狀是什麼 眾生這樣狀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那十二類的眾生 所以你這個 起的密度這個念頭的像狀 跟要被你度的這個眾生的像狀 你都要遠離這個東西 都要遠離它 那就離這個思想 這樣是吧 這樣是吧 這樣沒有問題 好 這是這樣了解的 那我們說 講說內度吧 啊 好 我們說十二類的眾生 十二類的眾生 這些東西啊 你看喔 我們講說這是五印諸法 這個 因為這一處諸法 就是五印諸法 這些東西喔 這些東西 就是什麼 手要連眾生 所以這個東西啊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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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煩惱 每一個煩惱 都是 都是我們要度的眾生 所以 你要先吃度啊 先吃度 就是這個東西 你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土填 這個土填啊 你這邊 這個煩惱 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 斷土煩惱 你就 眾生 你就一個一個斷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度 這是幹嘛 所以 我們從那個 從這個法理上來講啊 這些東西就是 印券處諸法嘛 印券處諸法 你要 第一個你要去 印券處諸法 你要怎麼去 去怎麼樣 去渡它 去渡它 那好啊 我們再來推一下 推一下這個軌跡啊 這五印諸法 涵蓋什麼 涵蓋3跟2啊 對不對 這五印諸法涵蓋著 涵蓋著 一切上跟一切惡 一切惡 這都是五印諸法 這些上跟惡啊 是什麼來的 這上跟惡就是 就是這個來的啊 就是你這個 有沒有 你這個六根啊 所造出來的 齁 就是你這個 五印券所造的 這樣知道嗎 你這個六根 這所有的五印 這電線述處諸法 就是你的六根所造 就是我們這個 色身所造出來的 齁 哦 那再往上來 我們說這個 五印諸法 所以一切上跟惡啊 齁 或是五印換身 我們這個五印換身的所造 齁 或是五印換身的所造 那這個五印換身怎麼來的 這五印換身啊 我們這個五印換身怎麼來的 都是一堆 一堆一堆 出貪愛 有沒有 這 regard 是由我們這個五陰換生所造的 那這個五陰換生是怎麼樣 產生出來的 因為你的貪愛啊 貪愛無名所造出來的啊 那貪愛無名在往上呢 就是因為希望婚禮 那希望婚禮是怎麼來的 從你的那個什麼 無名啊 從無名都來嘛 就是因為你這個異相流線啊 所以那個無名就起來 無名起來就產生希望婚禮 那希望婚禮 就產生那個什麼 貪愛啊 貪愛啊 因為貪愛 所以產生你的五陰換生啊 因為你這個五陰換生 這個六根會造作 造作無印珠寶 所以到最原始的是什麼 就是你從你的那個 那個什麼 真如本性 所 產生出來的啊 所以你看喔 你看喔 你現在一個一個 我這邊一個一個的把它 把它斷滅掉啊 到最後是不是回到這邊來了 回到你的真如本性啊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十二烈的重生 這個就是十二烈的重生 所以你不必去想說 十二烈的重生 我要真的去找 找鳥 然後找什麼 找那個短生啊 或是找那個 那個什麼 拍生啊 還有化生啊 一些屍生啊 你去祝牠啊 其實你就從這邊來 這個就是了 這五一處法就是你的 你的十二烈的重生 那是嗎 因為你任何一類的重生 都是 他任何一類的重生 最原始的都是從這邊開始的啊 都是從 都是因為你的一念五明所產生出來的 所以我們 總共這附件齁 這個軌跡 不能忘記 這個軌跡 你不能忘記 齁 然後呢 每一張 每一張佛所說 每一張佛所說的 那個就是一種舉例 你把那個例子套進來 那你 你對 比如說現在這個滅度啊 滅度這件事情 你了解了 這張的重點就是說 講到這個滅度 滅度這個 起心動念這個念頭 滅度這個念頭 滅度這個念頭 你知道了 那你回到這邊 從這個軌跡 去推 你就清楚了 這樣知道嗎 好啊 那你也許會想說 啊我怎麼滅 比如說我們想說 剛才講 剛才講說 你這個六四滅 前七四就通通滅 這個滅掉 不是說叫你怎麼樣 這樣 那個所有的那個 那個什麼 心念都不起來 你知道嗎 這個 所謂滅掉 不是說叫你 任何一個念頭 都當他不起來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知道嗎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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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這個 實修實證 不可能 因為 你 一念不起 那個 只是讓 那只是一般 用文字來去數 怎麼可能 一念不起 你看啊 你看這邊啊 這個夜象 一定是一直流線的啊 那夜象就流線出來 那個就是念 就是念起啊 唸就起來了嘛 唸起來 不可能心念不起 那你說 既然心念 沒有關係啊 不起啊 那你怎麼去滅他 你怎麼去滅他 怎麼六四要滅 七四滅啊 怎麼滅 你一定要了解到 你要知道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你知道了 配合你的定功 就可以達到 就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就知道 所以你說 滅度啊 我們剛才講說 滅度啊 滅度這個念頭 滅度這個念頭 你要 這個意思喔 隱含著什麼東西呢 所以滅度 滅度就是說 滅度這個念頭 你要不要 不要掌握這個像 不要掌握這個事項 你不要掌握這個事項 你如果掌握這個事項 你如果掌握這個事項 可以說是沒有滅度 好啦 那你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才算 你不掌握這個事項 這個當中 你就是要了解說 了解這個 所以我們每一張 你這一個軌跡 你一定 一定不要忘記 不要不離 不要離開這個軌跡 那你對那一張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很清楚 很明白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所謂之 所謂之滅度 或是說 我那個什麼 那個念頭 給它不起 你就說 我們要遠離啊 你說 遠離這個 認了一個念頭 啊 遠離念頭不是說 我讓這個念頭 讓這個念頭 不起來 不可能不起來 我認了一個念頭 起來 你都要把它卡成 那一個 都是 都是什麼 需要分別 你知道嗎 比如說我現在在講話 這也是需要分別喔 這講話都是需要分別喔 啊這個需要分別的 有一本呢 齁 需要分別的有一本 都是 它的體性 這個 這個講話 這個體性都是空的 都是重量 從真如 本性而來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這個 這個 一定要這個軌跡 你一定要記住 隨時隨地 你都要作用軌跡 可是我現在舉手佛祖啊 那個是虛弱的喔 啊這個舉手佛祖啊 我 舉手佛祖 的 當下 那個就是 我的真如等性 我的真如等性 我的真如等性的一個作用 你知道嗎 你從 你從這個 無印之環 馬上回到這邊過來 那個就是遠離 你知道嗎 你久了之後啊 自然就有遠離 你不管什麼境界 我眼睛看到的 我都聽到了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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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鼻子聞到的 我舌頭 我嚐到的這些東西啊 或身體啊 冷熱噴出來 身體的這個尾跟順啊 尾跟順啊 這些東西啊 都是離不開我的真如本性 它原本都是空的 我們講原本都空的 不過事實還比較粗便 這個都是因為真如本性 所 所造作出來的東西啊 你知道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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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每次都這樣做 每次都這樣做 方向的你就是遠離 你知道嗎 這個都心念不起 這樣說 一念不起啊 絕對不可能的啦 那只是用文字來表述而已啊 你真正 真正 要去修 你要絕對 這個 記住這個圖鑑啊 記住這個圖鑑 所以你 你知道 這個圖鑑啊 這個圖鑑一定要把它 你一定要把它非常熟悉 你知道嗎 熟悉之後啊 你自己本身的舉手投足啊 每一個當下 每一個當下 每六根所造的每一個當下 那個都是真如本性的 它的特體都是真如本性 知道嗎 或是 這個啊 這個是我自己啊 那 我跟人之間啊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一樣啊 一樣啊 或是說你跟 跟對眾生 一樣啊 他說是用希望分別啊 說是希望分別出來 齁 所以你 你只要 像這樣的一個鼓勵啊 你慢慢 慢慢的 慢慢的鎖練以後啊 齁 你每一個鍵頭 你都回到這個 回到最原始 然後 配合你的那個 配合你的鏡光 就會修成 齁 就會修成 這個問題 這個不行 這部鏡齁 這部鏡齁 你就經常齁 這部鏡啊 你真的一片啊 你都是 都是一個 佛獎的一個勢力啊 佛獎的勢力 那就是一個奇蹟動變 齁 那個奇蹟動變 然後你在把那個 在把那一個 比如說我們說密度這件事情 你就帶到這個 把這個當作是一個法理 你帶到這邊過來 帶到這邊過來 你就可以通了 知道嗎 就可以通了 你了解知道說 這個密度的實現是什麼 就說那個密度的實現了解 好 你再通 我要你這邊來 來撞一下 就通了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佛講啊 佛講就是說 這個啊 那個 那個我們修行的那個陰地啊 陰地跟火地啊 陰地跟火地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修 我們現在在那邊共工 這個就是陰地 這是陰地 哪一天你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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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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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漢果味啊 成就土材果味啊 那你說是火地 知道嗎 這陰地所修的陰 跟這個火地所修的火 要怎麼才能夠相應 怎麼才能夠相應 這很重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 就是說你一定要在陰地 陰地修行啊 你一定要用一個 不生伯昧的概念 來看待這個 看待這些生生妹妹的生妹像 因為你到最後 是要回到這邊來了嘛 回到不生伯昧啊 所以你要用不生伯昧的心 心境來看待這個 生生妹妹的這些生妹像 你到火地的時候呢 到火地的時候 差不多相應啊 如果你陰地的時候 你不是用不生伯昧的 你用生妹像啊 你用生妹像 你用生妹像 來修回到這個 不生伯昧啊 那不可能成就 不可能成就 知道嗎 所以 你要一定要在不生伯昧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先進裡面 來看待這些 無印竹法 這一點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那 怎麼樣說 怎麼樣說 你要在陰地 跟火地啊 陰地跟火地啊 那個 那個什麼 你要保持在那什麼樣的心境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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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常常保有這樣一個 一個 一個 心境 進來保有這樣的心境 來看待經典上面 你所有的一個內行 你就會 你就會 就會站在這個 不生伯昧 不是說 你現在是不生伯昧 就是說 你那個 那個心境 要在這個地方 你要想著說 想著說 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 友誼跟無異啊 友誼內塔 跟無異內塔 這個道理 我們要知道 生這個道理 我們要知道 你就是站在這個 不生伯昧的這個 那個 那個先見 來看待這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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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 替兒龍的那個 禪令的光呼啊 替兒龍的那個 替兒龍的那個 禪令的光呼 慢慢的 就可以 就可以震 還有一個 就是說 替兒龍的atte 讓思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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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